如果提起李湘相信大家都能想起的标签一般都是土豪的奢侈生活吧 尽管他离开了芒果太多时 但是他在商界混得是风生水起 当娱乐总裁做制片人转型成了一名成功的商人 虽然李湘一家很好但是他也有在做慈善 不仅经常给灾区捐款而且还会资助贫困的孩子上学 但是最近有一件事却引起了网友的热议 据说李湘最近回家乡祭祖原本想低调回去 不料却惊动当地领导前期迎接 然后当地的居民也纷纷前往围观 这让本想好好祭祖的李湘非常不悦 李湘在剧祖的过程中有围观孙明更是拿手机狂拍 这让李湘非常生气 怒斥乡亲们不要拍照 但是就因为这一举动却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 纷纷吐槽李湘耍大牌 但是如果这件事放在一个普通人身上来说 我相信任何一个人都不希望自己回乡祭祖也被人围观拍照吧 更有网友爆出在李湘家乡有一位老人孤苦无依 有一次家中房屋倒塌 老人没有办法便打电话向李湘求助 老人说着一口方言 结果被李湘施责 我听不懂你说话 请将普通话好吗 这一行为也引起了网友的热议 每个人的看法都有所不同 有人觉得李湘有钱 但是人家爱给谁就给谁 这属于道德绑架 也有的人认为 既然已经这么有钱了 赐助一下身边的人也不为过 多足慈善对自身形象也有好处 不知道对于此事 各位网友你们怎么看呢